菲律賓籍的女性移工 她曾經出現嗅覺跟味覺的異常 目前沒有匡列接觸者 而另外案941是馬來西亞籍的男性 目前已經掌握這位個案的接觸者有8人 現在都列為自主健康管理 工作 那有3日內的檢驗陰性的報告 那是在集中檢疫所檢疫 2月16日接受檢疫期滿採檢 那今日確診 那無聲道運調查 個案檢疫期間2月13日有出現過嗅覺 及味覺的異常的情況 那個案發病前2天都在住院隔離前 住院隔離前均在集中檢疫所 與個案接觸相關人員皆有適當防護 所以沒有列匡列者 沒有匡列接觸者 那案941為馬來西亞籍的30多歲的男性 今年1月31日來臺工作 持有搭機前3日內的檢驗陰性報告 那在防疫旅館檢疫 那沒有症狀 那2月15日檢疫期滿後 至其他旅館 自主健康管理 因公司要求2月16日 至醫院自費採檢 那於今日確診 以掌握個案接觸者 8人 包括公司同事及旅館工作同仁 應接有適當防護 列為自主健康管理